哦 然后说比特币嘛 不是说要涨到35万 哦 35万 当年下跌 说一文不值得 可能也是这一帮人 对的 分分被市场打理 不知道他们是真的被打理还是 比特币非常好 可以满足很多人的需求 史上最佳投机工具 实际上比特币 如果往不好的方面说 有点像 绿金箱泡沫的当年 那往好的地方说 实际上比特币 是首次实现了 我觉得它还是跟绿金箱泡沫 有意义 对 这是往不好的说 对对对 往好了说 因为它存在金融属性 对 又是电子化的 所以是非常看好的 你买了吗 0.1个 在哪里 日本的一家币锁 两个人说声音有点小 刚刚在闲聊的时候 对 应该正常的音量 会是这个样子 所以比特币的话 那赚的想法是什么 是觉得3万5的价格 我不懂这个 那如果要买的话呢 就是我就假设 现在如果手上有一笔资金 想要买入比特币 你觉得3万5的价格 对你来说收入太高了 太重了 我可能会恐高 但是我觉得 就我的这几年的 就是最近的一些经历来看 我觉得市场是 就是不一定的 所以说很有可能会有更多的资金 逐利而去 对 它去上4万 去上5万 我也不会惊讶 因为现在它就是有这个风嘛 像特斯拉那个时候 它觉得400的时候都是很高估的价格 结果拆分之后 现在又到了700多 所以说 那就再拆一次 得让更多的人买得起特斯拉 对2021年 2021年有机会 如果特斯拉当初拆股 完全是基于太贵的考虑的话 对吧 那2021年有机会再次 再进行一次拆股 是的 像苹果也一直拆 苹果130多 130多 本来是平平无奇的 直到出了苹果造车 价子就涨了20美元 还是龙头 由于它唯一之前有一点不明朗的地方 是它在硬件跟软件这边 它公司的策略跟方向 并没有非常的清晰 但是实际上从硬件往软件上面转 是一个不可逆的趋势 它一定要来做这个事情 是 我看到它现在芯片都自己动手 对 去年 对吧 去年已经在产品上 然后进行了 然后我看了一下苹果概念的汽车 非常的酷炫 那轮子是转的感觉 就不会翻的那种感觉 哦 对对肯定的 这是2024年 2024年还是2026年 然后说是会出来 非常期待 但是苹果一出肯定都是奢侈版的那种 可能稍微高端一点 对 因为客户体验一直 苹果是走在前面了 对对对 印加非常严重的 对 但是那对代工 整个它的一个汽车产业链 会是比较利好的 因为好多公司会成为它的一个代工 代工的一个 一个整商也好 或者供货商也好 对吧 然后像现在A股当中的力讯经历 然后戈尔都是代工这个AirPods 嗯 所以呢 股价是一倍充填 嗯 那非常有关系 对 那如果车这边苹果要是代工的话 应该也是会 找中国的鞋 中国制造 现在应该对于任何一家公司来说 很难避开吧 是的 是吧 对 绝对 对的 然后我看一下数据就是说 其实特斯拉虽然在电动汽车里面算是非常大的龙头 但其实从整体的一个汽车的一个占比水平来看 其实它还占了不到3% 对 正是因为这个时候 它的股价然后才会 怎么说迅速发展吧 对 当这个饼已经铺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股价可能已经过了那种高速发展期 对 之后就是拼实力 真的是拼股指的 对 可能就是潮水散去的时候 对吧 那个时候相反 特斯拉的股票 对吧 那个时候 我们去选它的这个 理由可能会减少一点 是的 特斯拉 包括最近离矿股 我看PLS已经差不多是要一块钱了 对 今天果断添加两个鸡腿 如果不是因为今天晚上的直播 今天晚上应该会多喝几杯 因为PLS占上一块了 是的 是的 非常厉害 所以对 非常高兴了 那我们现在的直播也差不多开始了 8点钟了 8点了 好 那正式开始今天的节目 拽开始 好的 那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那跟大家还是稍微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公司 我们GoMarkets呢 是成立于1998年 我们有很多的产品 像是股票 外汇 黄金 还有指数等等的 给大家提供一站式的这个投资服务平台 然后呢 那今天我们主要的内容呢 也都是干货 对吧 看看我们的海报就知道了 那我们会涉及很多的内容 那前半部分呢 可能主要由Event来主讲 那后半部分呢 主要是由我来给大家介绍几家 我最近比较看好的公司 那今天呢 我知道刚刚出了一个新闻 对吧 就是纳斯达克呢 突然下跌了2.2% 那不知道 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新闻呢 就是是什么原因导致了 这样子的一个大幅的波动 在美股的开盘之前 就是股指方面已经在走了 是的 在股指前的时候呢 已经有了一个比较大的下跌 对 因为今天晚上的时候呢 因为去年在11月的时候 美国是完成了大选 然后拜登呢 是成功当选了美国第46届总统 那今天晚上美国的时间的话呢 是会在美国的国会当中 进行一个流程上面的完全的确认 就是拜登当选 那这个时候呢 因为陆陆续续在最近一个月吧 我们看到的一些消息报道是讲说 美国的一些反对党的这些议员们 是有准备 然后要在程序方面做一定的这个干扰 我个人方面呢 是认为他们所做的这些举动 应该不会影响到美国最终大选的一个结果 只是会制造一定的噪音 对吧 可能啊金融市场方面会有一定的反应 因为现在啊 因为现在对于这个 不管是美股也好 还是澳股也好 整个情况吧 是走的比较急的 走的比较快的 尤其是在11月的时候 因为这个疫苗的消息 对吧 让澳股跟美股实现了一个非常大幅的一个跳涨 在接下来一段时间 因为2020年已经在身后了 像这些机构也好 像这些各路的追冲基金也好 他们的这些经理们 会在将利润放进口袋之后 在2021年的第一季度 对吧 或者是在2020年的年底阶段 他们会完成一个仓位的调整 会进行一个新的资金的一个部署 所以呢 我认为这几个理由吧 然后可能会让接下来几周的时间吧 几周时间或者几个月的时间 日市场上会有一定的波动性发生 对对 可能会进行一个小小的 或者说不大不小的一个调整 那也是健康的嘛 大家也不用太过于恐慌 因为呢 没有只涨不跌的产品 只有涨涨跌跌 才是一个健康的上涨趋势 从技术上来看 一般说45度上涨的这个斜率啊 是比较健康的 对吧 那纳斯达克现在已经差不多到了一个 要回调的一个时间了 那现在的这个情况的话 嗯 当然有没有什么关注的股票 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呢 现在在等啊 主要是 因为前期陆陆续续 这一年快一年的时间嘛 陆陆续有买很多股票 嗯 但是呢 也一直是采取一个 切尽切战的这样的一个姿势跟姿态 比较审慎一点 实际上对于接下来的市场 我个人认为啊 因为从各种数据来看 大宗商品 对吧 跟能源反正是比较强烈的 是的 而这一点呢 在澳洲股市当中的 具体的板块 包括这个澳币的走势呢 是印证了这样子的一个推理 或者是印证了这样子的一个数据 所以如果说大宗商品的下一个周期 全新的周期重新开始的话 那在澳股当中的选择是非常多的 是非常好的 所以说我认为澳股可期 非常好 那我们进入下一页 好 有开的 刚刚有试过 那我们还是一样 跟之前一样 做一个这个风险提示 那我们今天所有的内容呢 都不涉及到您自己的 个人的一个财务状况 以及风险承受能力 并且我们今天说的所有内容呢 都是仅代表个人 不代表我们GoMarkets的公司 好 是 我们继续往下 好 那这一张呢 这张PPT呢 就是我做出来的 因为讲说GoMarkets呢 是以一个外汇产品 为大家熟知的 那所以呢 我们在开始的阶段 仍然是以外汇产品 然后来作为我们今天直播的 首要话题 那大家呢 大家看到的这个 大家看到的现在的这个PPT呢 是一个美元指数的大周期 因为最近的三个月时间呢 实际上是 最近三个月是非常的明显 那从三月份 美元指数 在103个高位 见顶了之后 我们看到的一个情况呢 是美元是一路走跌的 那实际上这个情况呢 最主要的原因 除了美联储无限开火之外 那另外一个原因呢 就是当全球的市场出现了这个奇汶的迹象之后 从美国 包括美联储也好 或者是欧洲央行也好 包括日本央行也好 他们释放出来的这些流动性 是在发达国家跟发展中国家之间 会优先选择新兴市场 因为新兴市场的回报更高嘛 是的 对吧 所以呢 我们看到美元是一路下跌 对吧 然后基本上一路下来呀 是没有遇到太大的一个阻力 那在直播之前呢 我们看到美元指数呢 是在一个89.3的位置 是的 非常惊人 之前一度去高到110几了 103 三月份的时候呢 是见顶 然后在103 那现在的话呢 应该是在今天下午 欧洲盘刚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是看到澳元兑美元的汇率呢 是来到了一个0.78的位置 对吧 那因为我之前在最近的大半年时间吧 在我个人的这个技术图表来看 如果说澳元兑美元升上0.72之后 我另外是在一个中性的区间 那如果美元 如果澳币兑美元可以升上0.78的话呢 在我个人来看 澳元兑美元呢 是重新回到了一个上涨 大趋势当中 嗯 那关于美元指数 或者是这些外汇产品 主要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嗯 就像刚才安文提到的 就是现在很多的资金呢 可能流到一些新兴市场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 最近人民币的涨势 也是非常的喜人的 对 对美元呢 一路也是在往上冲 那 对 那其实这些货币的贬值 或者是增值 也体现了一个资金的流向吧 那大家以后也可以从这方面去做一个参考 给自己的投资上再加把力 对 那我们继续往下啊 对关于美元指数再叮嘱一句 就是说 实际上美元指数的话呢 然后从目前的图表来看 大概在一个87到89之间 它呢是会上一个美元指数的一个底部 那这个底部呢是发生在2018年的这个上半年 如果说美元指数跌进87到89的位置的话呢 如果说大家想要抄底美元 我的态度能是稍微谨慎一点 稍微谨慎一点 因为呢那边确实是有支撑 但是说呢 至于说在支撑方面 强不强 强不强对吧 或者它的这个反弹力度呢 到底有多大 到目前为止啊 是不容易判断的 对吧 那Ellen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最近很多客户都问的 那就是说 那我们其实手上是澳元对吧 那如果我们在GoMarket平台 去买了这个美国的股票 那对我们来说 那我们按照这个汇率的差 我们会不会有所损失呢 还是有所损失 对我们使用澳元来做美股的朋友们 是有一点小小的不利因素的 如果美元贬值的话 原因就是呢 因为是个汇率问题 对吧 如果因为是 如果我们去买美股 对吧 相当于我们是买入美元 那如果说美元在贬值的话 最后我就假设 当我们止盈的时候 我们把在美股当中赚到的钱 换算成澳币的话 实际上我们存在一个汇率的 对的 那实际上对于 如果说大家用美元去买澳股 也是存在这样的一个 但是呢 我还是认为汇率方面的问题 是次要问题 对 主要是大家选到好的股票 选到好的路上价格 是的 这个呢是最主要 跟大家呢 需要考虑更多的一个方面 嗯 并且呢 其实我们都知道 这个公司的 它的价值是很定的嘛 那我们其实也看到 在美元贬值的过程当中呢 美股也是一直在创下了新高 对 我觉得就不得不说 里面也有一部分 是因为汇率影响的因素 对 所以大家也不用太过于担心 汇率方面的这些影响 对 因为实际上对于澳股来说也好 不是对于美股来说也好 如果说当它的本国的货币在贬值的时候 理论上来说啊 单从汇率方面来考虑是有利于股票的 是的 对吧 因为相对来说它的这个估值 对吧 然后会更高一点 对对对 那也有很多客户就今天也是非常的生气 就是说 看这个美国的这个股票都在涨 为什么澳洲的股票好像就没怎么动 我觉得也有可能是因为澳人最近升值得很快的 对因为如果说我们不考虑美国的投资者 不考虑澳洲的投资者 如果说假设是一家来自香港的资金对吧 对对 对对 是一个欧洲的资金 他们需要考虑的因素呢 就是说因为资金量比较大一点 对 因为呢存在一个这个保值的问题 不是怎么样的考虑 所以说呢 汇率会影响到他们的去向 对对 对那好 那第二张啊 这张PP呢 还是我做的 那这张就是蓬勃大宗商品指数 那实际上像这个指数产品啊 在去年的网课当中 我有给大家展示过的 那为什么今天再次展示呢 是因为刚刚我们也有聊到过 对吧 那在我个人看来 从最近的这一段时间 不管是数据也好 还是会奥币的这个走势 包括呢 这些资源股的这个走势 那陆陆续续呢 正在一步步的 让大家相信 新的一个周期 新的一个矿业繁荣 正在向我们越走越近 那大家看到这个蓬勃大宗商品的指数呢 我们大家是可以看到 大概是在今年的二三月份 当它触底之后呢 直到现在为止 基本上啊 它是实现了一个微型反转 是的 非常明显 对 那这个时候呢 给我们一个启示 跟一个结论呢 就是说 如果说 新的一个大宗商品的繁荣周期 到来的话 那澳股真的就是大有可为 嗯 因为澳股呢 其实有包含很多的资源类的 也就是大宗商品相关的这些公司 所以说呢 大家可以最近的着重 开始关注一下能源板块 像是 像是之前 Ellen非常推荐的银矿股啊 铁矿石的公司啊 还有铜矿啊 等等的一些天然气公司啊 Oil Search 我是看到是 昨天上涨5% 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展示 对 所以说这些公司呢 对于大家可以多着手去看一下 对 因为当一个新旧周期交替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呢 往往是 比较好的 录局时间 对吧 比较好的一个布局时间 一个进场时间 就像有时候当我们新旧技术 更新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呢 也会有更多的机会 是 对吧 对的 那接下来这一张呢 就是关于一个黄金的一个走势图 对吧 那这张PPT呢 然后比较淘气一点起了一个题目啊 就是一个一口老血 那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从开始啊 从出来之后 我一直一个非常好 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吧 我呢就是非常看好黄金 看好黄金的这样子的一个观点呢 一直直到8月份 8月份时间上当黄金 走到2080 2085 对吧 这个高点之后呢 是迎来了一个幅度 大概是20%的这样子一个调整 那直到近期为止 黄金呢 已经展露出来这个 起稳的迹象 是的 那为什么这个标题要这样讲 原因很简单 原因是我一直有讲说啊 我是从1860开始 然后去挂黄金的买单的 那1860呢 我最后一张买单是挂在1800 当12月份的时候 对吧 黄金是跌破1800的时候 市场呢 是出现了一定的恐慌的 那我所谓的这个市场 就是关于黄金的产品 对吧 很多会讲 非常恐慌 当时很多机构都站出来说 黄金会跌到1400多 对吧 甚至是更加夸张的一个数字 对对 那因为这个情况的发生呢 实际上当时加完1800这个单之后 我记得应该是美股时段 美股时段呢 它是跌破的 那当时我们正好是在深夜 但是第二天早上 我看过各种数据 然后我看过各种资讯 看过走势图 我呢 是有给五位小伙伴 然后打电话去的 那我是讲说啊 黄金基本上现在应该是个底部了 是值得我们路场抄底的 那为什么要跟这五位小伙伴讲 因为这五位小伙伴 不止一次的 反复提醒我 他们想上黄金这趟车 对吧 他们呢 只是在等待一个路场时期 需要第一时间通知他们 那我呢 是有在做这件事情 但是对吧 但是他们 关键的来了 对 他们以更好的路场价格呢 完成了路场之后 当黄金来到1860的时候啊 我呢是想再打一个电话 然后让他们进行一个加仓嘛 对吧 因为已经是在实现了一个领利 在完成一个加仓 补仓 那这个时候呢 我结果发现五位小伙伴呢 已经全部走掉了 他的黄金的抄底单子 那我当时 纷纷跳车 纷纷选择汽车而逃 对吧 我最后一回头 我本来以为我是一个骑手吧 就知道五位小伙伴 抄底小分队 结果发现对吧 自己是一个 一个人 还是一个人 估计分价 因为是怎么说呢 跟五位小伙伴 在进行沟通交流的时候 他们的回复 是非常的一致的 那他们的回复 就是说 黄金走到了1830 走到1830 他们觉得黄金会跌 他们觉得这一波差不多了 那实际上我们看到一个情况 就是说黄金没有掉过 1860呢 稍作停顿之后呢 然后继续往上冲 今天呢是已经走到了1950左右 对吧 那大概呢 黄金下一个组立位会在1960 到1980之间 对吧 那关于黄金基本面 我是认为没有变的 黄金的目标呢 3000 冷蓝是非常有希望的 我冷蓝是认为 它会到达3000的 对吧 那为什么一口老血 就是因为跟五位小伙伴 沟通的时候 发现自己一个人 对吧 当时一口老血上来 喷的办公桌前的键盘上 全部都是 没关系 下次他们就知道 对吧 要跟着起手一起冲 要一起冲 一定要扛到3000 对 给助压力 因为当时还做了一个检讨跟反思 因为五位小伙伴的回应是一致的 对 但我还在想 是不是因为当时的这个 表达有问题 表达有问题 对吧 是不是因为声调不够坚决 是不是因为用词不够恰当 但是我反复强 反复思考了一下 好像这些都不是问题 对吧 所以呢 就一口老血 那最后这张呢 我做的PPT呢 就是说选择 重要过努力 为什么这么讲啊 因为这张图呢 我在之前的网课 也有跟大家做过一次分享的 那这张图呢 就是说 去工作 利用工作赚来的钱 去买标普500的股票 这样子一个成本 大家呢 是可以看到 是一路走高的 是从1965年开始 一直到2000年 对吧 它的成本呢 是越来越高的 那这样一个最简单 最直白的一个信号 就是说 我们作为中产阶级 对吧 绝大多数朋友是中产阶级 那对于中产阶级而言 除去需要更加努力的工作之外 投资一定要做多少少合作的 是的 是非常好的一个第二的收入来源 对 并且呢 也不需要你花特别多的时间 对 说要去哪里 去上个班啊 或者什么的 也不一样 就是在家里面坐着 甚至是躺着 就能够赚一些钱 对 好 那我们继续往下 好的 那接下来就是我的部分了 我今天呢 想给大家带来三个公司 那也是我精挑细选过的 那首先呢 第一个 大家可以看得到 就是Stockland 对吧 前几天呢 也是上个礼拜啊 发过那个 哦 就前几天也发过短信啊 给大家 有提到Stockland这家公司 那很多客户呢 就问我 哎 Joy啊 这家公司是做什么呢 那今天呢 就趁着这个直播的机会 跟大家讲一讲 Stockland 对吧 那Stockland呢 它也是一家房地产 相关的一些 一个公司 那它的一个 里面的portfolio呢 它不仅局限于 就是我们平常看到的 这个民用住宅 或者说是商用住宅 对吧 它甚至呢 是有很多的这个 养老院啊 都是在它旗下 正在管理的啊 并且是由它 所建造的一个社区 所以说它管理的项目呢 是非常的多 还有一些物流的 转运中心啊 等等的 我从它的基本面上 来看的话呢 我发现它像是 对比Vacinity 或者是说是 Westfield等等的 这些商业地产的 这些地产公司的话呢 我觉得它的一个资产分配呢 更让我觉得满意 那这样子的话呢 就很难你说受到 这个一个方向的冲击 而受到一个大幅的 这个资金的亏损 对吧 那从这方面来看的话呢 我就研究了一下Stockland 那也发现呢 它也有给大家一个 非常可观的 这个年股息的收入 那我现在看到的话呢 它的年股息率呢 是有5% 然后对比它之前的 一个表现来看的话呢 其实在Vacinity 或者是Westfield 在下跌的时候呢 Stockland显示出了一个 更强的一个resilience 就是说它跌的幅度呢 比别的两家公司 要更加小一些 那而且我在这边呢 也给大家画了一个通道 对吧 大家可以看到呢 目前这个Stockland呢 它的这个股价呢 在这个通道之中呢 是稳定上行的一个趋势 所以说在这个时间呢 大家不妨可以考虑呢 是否要配置一些Stockland的了 这个是一个天图对吗 对 因为有点像中国的万科 是吧 是吗 我问 我再问 我不知道 因为我没有 大家知道我是很早就来嘛 所以说我没有这个A股的这个交易账号 明白 因为是这样 因为现在这个环境 对吧 因为印钞的问题啊 因为利率太低的问题啊 因为大家要保值的问题啊 所以我们看到的一个情况 不止从美国开始 一直到欧洲再到中国 包括澳大利亚跟新西兰 我们看到的一个问题呢 就是房地产在走 房地产的价格在走 所以这个呢 还是非常利好 是的 而且我最近也有做一些房地产相关 因为这是Stockland人 就做了一些调查 我打电话给Stockland的这个 开发的一些地产区域啊 打电话说你们最近卖的怎么样啊 就假装成客户嘛 他说我们的房子卖的很好 已经差不多都卖完了 80%以上都已经全部卖完了 你要买的话要抓紧啊 我们就没有什么地了 等等的这样子的一些回复 当然有可能是他的销售技巧 那如果我要打的话 我可以问一下养老院有没有位置 我需要提前多少年一定 哎呦这个说的 继续往下 幽默了 对然后再想跟大家说一下 这家公司叫Hilas 对吧 HOS呢是我去年 不是前年给大家推荐一家公司了 非常非常的早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截图的这个时间 是2019年的9月5号写的 到现在的话呢 也有要一年半的时间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表现 我当时建议的这个买入价呢 是在3块05 但是呢 HOS是比较的慢的嘛 然后呢 它的价格是有个比较大的回落的 但是好在我当时在股评报告里面 给大家讲了 就是在2018年10月份的时候呢 HOS呢 是收购了很多的这个连锁医院 大概是有7个医院 而且里面呢 有他的这个血液部门啊 还有一些就是 癌症中心等等的 然后因为他的本质呢 是做这个 就是医学成像的 所以说呢 配合他自己的本质的话呢 我觉得像是这些医院啊 之后所有的一些患者 可能都会被引荐到HOS那边去 那他们以后呢 就会产生一个比较强的 一个协同效应 但是他去年呢 就是说2018年的时候呢 因为要去完成这个并购 所以说花了很多的资金 那这样的话呢 就觉得他的这个 杠杆有点高 对对 大家可能看到他的这个 balance 或者说他的这个 财报就不是很好看 但是好在呢 是在2020年的财报呢 它是减少了股息的派发 然后呢 是还了很多的债 降低了自身的杠杆 所以目前的一个资产呢 也是处在一个 比较健康的范围之内 那我们再看一下下一张图吧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HOS呢 虽然说中间三月份有一个大跌啊 但是就现在的价格来看 依然是从我推荐的价格呢 到现在是上涨了33% 那像这种公司的话呢 就是我们需要去等他的一个财报 才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收获 那我们现在也看一下HOS 它现在的这个走势 也是比较稳健的 一个上涨的趋势 对吧 那我对这家公司呢 未来依然是十分看好的 因为我觉得他的协同效应呢 不会这么短时间的 在一年之内就消化完毕 那至少呢 需要两到三年的时间 去给他的这样一个增长 所以说我的目标价格 依然是不变的 只是说你有没有耐心 去持有这一家 非常非常慢的一家医疗公司了 它现在是多少钱 它现在是3块8 现在是3块8 然后预期是5块 对我希望它在两年之后 能够达到5块 这个下个 对 不错 那我们继续往下 好 对那最后的话 就跟大家说一只美股嘛 就是阿里巴巴 之前我跟Alan做直播的时候 也有跟大家说到 我说我已经买了阿里巴巴 对吧 当时很贵260多 对吧 然后最近呢 它越跌越补嘛 补到最后嘛 昨天终于见到了曙光 对吧 但是今天很有可能又要跌入深渊 解放军来了 是讲消息 对对 非常的让人心碎啊 但是呢 我依然很看好阿里巴巴 未来一年 甚至是5年的发展 我觉得它会是我的一个长线股 对 为什么呢 因为我看一下我的淘宝 你甚至都想不到 我这几年在淘宝上用了多少钱 我自己都吓了一跳 这数字我就不说了 反正是非常惊人的 让我难以想象的数目 我觉得既然我把我的毕生的基势 是贡献给了阿里巴巴和淘宝 我一定要买买他的股票 对吧 作为一个二十几岁的人 讲毕生的积蓄 说服力不是很强 因为阿里巴巴确实是因为我这边呢 我也在关注它 因为当时那个价格啊 我并不是认为非常好的价格嘛 但是现在 两百四左右的这样的一个价格 是吧 然后我认为还是可以的 那对于阿里巴巴呢 现在的一个问题 能难是 触发了它股价下跌的一个 自中国政府这边的一个问题吧 但是我觉得这个 我也做了很多研究嘛 就是其实我觉得这个呢 并不会影响到阿里巴巴 它的一个整体的这个发展 包括今天其实高顺也已经站出来 就是说阿里巴巴如果按照他们的估值模型 在最坏最坏最坏的情况下 现在的股价依然是被低估的 最坏的情况下 依然有13%的一个上涨的空间 如果说是好的情况下 高盛给出了一个估值 甚至是高到了365美元这样的一个价格 那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 中国政府对阿里巴巴进行的一个反垄断调查 最近也已经销声匿迹了嘛 这主要还是因为这个调查已经结束了呀 没有销声匿迹 因为听到一个消息是 他不是罚了50万嘛 就结束了 因为现在政府这边是要求阿里跟蚂蚁吧 然后需要把这个大数据分享出来 而不是采取一个垄断的这样的一个 那实际上不管是美国还是中国 东西两半球这两个大国呢 都是有在进行一些反垄断的这样的监管 或者是一个 像是Facebook Google 对对对对或者像现在呢正在资本市场上进行一个这样一个基调的一个动作 那这样的一个动作呢实际上是只是证明了 现在因为世道不好嘛 对吧那最符合人心的最符合解决内部矛盾跟缓解内部矛盾的就是通过一个大土豪的方式呢 实际上现在美国那边也好中国这边也好进行这个动作是有这方面的味道存在的 那但是呢我是认为像这些公司越做越大是一个不可逆的趋势来的 对是的因为嗯就是有一个龙头的这个龙头效应对吧 对吧因为实际上不止阿里巴哈 因为自从开始反垄断之后 你像中国的另外一位龙头腾讯 嗯它的股价呢也是从600多一直混落到了500多这样一个 对吧那对于阿里巴巴而言呢 我仍然是认为值得大家关注或者是大家只要价格合适 可以选择买入的这样一个公司 是是是那阿里最近呢也是出了一个消息呢在12月28号的时候说他要大概拿出100亿美元的资金去回购自己的股票 所以说这未来的话呢他是希望能够通过这种手段呢去拉高一下自己的股价的 因为股票回购的话呢会让市场上的流动股呢减少那一样的价值不变的话呢单价就会升高的 对而且这种方式是通过发债券对收钱 资本家的玩法很多 是的 我觉得阿里巴巴已经完全走上了国际的正轨 我觉得这一套觉得是炉火成功 对因为很多人可能有时候会有疑问是不是因为中国的电商市场已经饱好了实际上是没有的 实际上其实阿里巴巴在海外发展的非常不错 没错没错 对其实这次反垄断我不知道它会不会影响它海外的增速 我觉得是影响非常小的 对对对因为另外一家公司是拼多多 它那是应该是上桌吧一直在走出股价的新高 相反的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看这样的一个板块 它给我们一个我们看到这种现象我们通过去思考通过去一个思维方式去理解 那我们得出来的结论实际上中国市场也好包括世界市场也好 电商仍然是有潜力可以发掘的 是的 所以阿里巴巴的基本面有变 当然阿里巴巴现在因为用的东西也越来越多嘛 所以它是一个巨大的引流地方 对所以说就算它未来说反垄断调查或者说是怎么的 它就是商家和用户都很难去切换或者说是抛弃它 这样的一个平台 因为真的是用习惯了 过去的20年阿里巴巴对吧 然后完全融入了中国人的血液 我前两天看到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话 然后我就在这边套了一下 就是说成功躲过了客户经理一遍遍的推荐 对吧 也终于错过了股市一遍遍的上涨 是吧 这对于前面一段一阶段来说的 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很多很多国内的国内来的一些投资投资人 就会一直说国内的这个股市不好啊 股票好可怕 就老是被机构操盘 这个庄家要喝韭菜等等的 但是艾伦哥说一下吧 加入我们GoMarkets 然后有我们领航对吧 那也可以算是跟我们都在一起 对的对的 因为GoMarkets实际上 就是作为一个比较资深的这样一个券商 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呢 在安全在大家的资金安全性方面 这一点呢大家是不需要担心的 那另外一点呢就是 GoMarkets作为澳大利亚本土的一家券商 我们知道澳大利亚的金融监管 这个IC是非常严格 对吧 所以这一点呢是对大家一个资金安全性方面的一个保障 那另外呢就是GoMarkets的中文部 从2015年开始直到现在啊 通过自己的一些点滴的积累 通过我们的一些心情的付出 我相信呢在整个澳大利亚已经 华人市场上是占有一席之地的 那我们这边可以做到的事情呢 就是说我们可以为您提供一对一的客户经理这样的一个服务 对而且我们还有每个月的这个股评报告 现在为止呢GoMarkets这边呢是可以做澳洲跟美国的股票 那在今年的第一季度啊我们公司呢将会推出港股 包括美股澳洲还有港股没有刚刚的股票 是的 对吧 所以说呢 三流公司卖产品对吧 三流公司卖产品 二流公司卖服务 一流公司是卖品牌嘛 那GoMarkets这边我自己认为啊 现在的话我我们可能是在从第二对吧 然后往第一这样的一个过渡的一个阶段 那所以说啊还是希望大家有机会 我们已经是第一了 是吗 可能我比较反应比较慢一点 反应比较慢一点 没有跟上公司成长的部分 是吧 我还是希望说呢在2021年 在这样一个大宗商品的脚步声越来越近 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 在中美对抗对吧 这样一个背景之下 在全球央行一起印钱 这样一个背景之下 在这样一个到处都是 也不能到处都是了 反正到处都是投资的机会 当然了现金也非常多 那希望呢我们GoMarkets这边 通过我们的一个努力 我们的一个付出 可以对您有所帮助 嗯 好的 那今天呢其实的PPT内容呢 也就到此就结束了 那接下来是提问时间 如果大家有什么想咨询呢 欢迎打在我们评论区 或者是屏幕上面 对 对 关于提问这方面呢 我们回答问题 对 对 互动 那这种时候呢 就是如果说因为时间的问题 因为法务这边的要求 我们这边呢 会做一个简短的回复 对吧 正对大家提出问题 做一个简短的回复 那如果朋友想听进一步的一个详细的分析 跟简短呢 大家呢可以把这个 自己的联系方式 留到我们的留言区当中 在第二天的时候 我们会有专门的客户经理 跟您取得联系 然后来为您做出一个更加深入的解答 对对 大家可以扫描我们这个小助手的微信号 然后留下您的问题 嗯 包括您的这个电话等等的 然后我们明天会给您去取得联系 嗯 好的 我这边可以看到 视力好 好 那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有一位朋友是问 黄金的ETF现在是可以录吗 我认为当然是可以的 嗯 对吧 因为黄金这个ETF呢 现在是从去年 从去年在公司这边的推出来之后 如果说大家认为黄金的现货波动太大 是不适合自己的话呢 我认为这个黄金的ETF 大家是可以考虑的 除了黄金股之外 对吧 当然我是认为黄金股呢 当然我觉得这个黄金的ETF涨了 比现货黄金还有黄金股都要慢 没错 对 我觉得 对 跌的跌也不多 长也长也不多 对 如果说按照风险去做一个排行榜 可能黄金股的波动是最大的 然后是黄金 然后是黄金媒体的 这样子 是 然后我这边也有个问题 就是我们之前可能是漏掉了 关于CBA和银行的内容了 对 我们现在再简单重提一下 对 那80块钱的CBA股票 嗯 小李你认为便宜吗 我认为不便宜了 因为你看看 Westtech才19块 对吧 那不才22块 但是但是CBA是银行股的龙头嘛 它的股价就是涨得比较稳 跌了也跌不太重 是吧 没错没错 而且其实我也有内幕 也不是很小的内幕 就是有很多朋友在CBA里面工作 他就说 CBA最近想要去大力的拓展 他们这个商业贷款这一份 要跟NAP抢生意 所以说未来 大家可能在看它的财报 或者是股价的时候 多关注一下 它商业贷款这部分的一个发展 显然这个没有打动你 所以在两者之间 你一来决然的选择了NAP 没有 因为我很久之前就买了NAP了 现在还是被套的状态 那是太少太天真是吧 去年还是很懵懂的 是 那这边有一个问题是 请问黄金股要不要设止损 那是这样子 关于这两个黄金股呢 如果以现在的价格来看 我认为是不需要设止损的 当然大家不需要把自己的 保证金比例降到100% 或者80% 那这种时候就不需要 完成这样的一个操作 我认为现在的这个NCM 包括这个NST 就现在这个价格 仍然是一个不错的价格 因为我认为黄金的几个量没有变 是的 嗯 我一直都是有黄金股的 是 然后有黄金ETF的代码是什么 现在就是Go的 对 没错 没错没错 在GoMarket这边这个平台上 那另外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例子再回答一下 PLS最近 最近表现的很好 是要增 是要增 是要增发 且要增发 是不是应该短期先卖等增发 降价后再买入网 不需要 不需要 增发不一定要降价 因为它增发呢 是对现有的股东 大家呢 是可以按照一定的比例 然后去参观成一个认购 那这样子一个认购呢 它发行的价格非常的低 是0.36 但是现在呢 它这个消息公布出来的时候 它应该是在一个0.8左右 8毛钱左右 但是呢 这个消息公布出来之后 只对它产生了一点点的影响 它的股价呢 没有大跌 没错没错 原来是非常认可的 就像Afterpay 之前36块钱 增发的股价是18块 对吧 对 然后在60多又完成了一次 对 非常的 对 就是回馈股中 是 想想Quantus 现在将为是买还是卖 那我可以 4块8 4块8左右 对 我自己还有一点webgen webgen ok 对 我觉得旅游公司的话 我个人的看法是 现在澳洲的这个疫情控制的 还算是大家有目共鼓的好嘛 所以说旅游板块 希望能够早日恢复这个周内的同行 但是呢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webgen也好 Quantus也好 Flycenter也好 在站上去了之后呢 就也没有说 又回到之前的这么底部 所以说大家还是要对这些旅游公司有一些信心 只是说是时间问题 嗯 然后这边同城有一个问题啊 嗯 他是说同城这边是说美国大选的结果怎么样 对澳币的影响会是怎么样的 美国 美国大选的结果 结果 对 就是今天晚上就是民主党控制国会的话 会怎么样 那 纳斯达克会跌 然后科技股会大受打压 我们再回答两个了 因为我看这边的今天的问题确实是有点多 对对 大家记得扫描我们小助手的这个二维码 然后呢 如果说我们今天没有来得及回答您的话呢 您可以扫描我们小助手二维码 然后留下您的问题和联系电话 我们在24小时之内会给您回电话的解答您的疑问 是这边呢有一位朋友问的问题是黄金股指引要不要设 在认为呢 我觉得除非你觉得黄金就是到顶了 对到顶了 不然的话指引是多少我都说不准的 我可能会一直拿着 只要看到他 到三千 三千可能时间要太长了 所以我一般的判断方法呢 就跟我之前网课里说的一样 如果他这个公司上涨的一个趋势比较明显 然后呢是在 价格是在布林带的中轨和上轨之间运行的 我就不会选择抛售 然后我这边稍微打断一下两位老师啊 又给我们所有同城的观众一个提示 因为同城呢 我们现在目前是没有其他的联系方式 所以需要你扫描二维码给我们留言 那所有GoToWebinar的观众呢 就是如果今天您在已经发的留言 我们没有回复到 我们明天会给您找一个时间给您打电话 去给您进行一个沟通 那所有小沟通这边的这个客户呢 如果您有任何问题也是一样 请扫描我们的二维码 然后给我们去做一个留言 好吧 好的 那GoToWebinar的朋友可能扫不到这个二维码了 对吧 那我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我们小猪手二号的这个微信二维码呢 也是非 哦微信号也是非常的简单 就是Gold Markets Au3 不好意思 对那我们回答了好几个这个股票的问题 我们最后一个问题也留给这个外汇 好吧 那这边的有一位朋友问 澳币还能涨吗 因为从我个人来看呀 如果说美元的指数呢 是由于是一路往下走 对吧 那今天呢 今天在欧洲的时候呢 欧盘刚刚开始的时候 我刚刚有跟Joy有聊到过 因为澳元兑美元呢 是碰触了0.78 那0.78这个价格呢 在我个人看来呀 是澳元兑美元 从一个中性 然后走上一个牛市上涨 上涨的一个正轨这样的一个价格 所以说呢 如果说大家呢 要进行一个外汇的操作的话 做多美元 我不认为现在是一个好的时候 嗯 然后呢如果 那刚刚又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 在我们直播当中我们有讲到 那如果真的是大宗商品的一个新的繁荣周期 开始的话 那这一点呢 是对澳元提供强有利的支撑 是的 因为澳元呢 其实是一个商品货币 对 那好的 那以上呢 就是我们今天晚上直播的所有内容了 那今天呢 是作为我们2021年的第一场直播 那希望呢 通过我们今天晚上的直播 希望通过Joy跟Ellen 这样一个一少一少一老 这样的一个组合 可以为大家呢 有提供到 有价值的资讯 跟信息 那最后还是提醒一下大家 记得添加我们的小助手微信啊 非常简单 就是我们公司的名字 go market 记得加s 然后呢就是澳大利亚的这个简写 AU3 就可以添加到我们小助手的微信了 如果说呢 您今天有很多疑问 我们还是没有能够有时间给您解答的话呢 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电话 03-8658-0603 03-8658-0603 跟我们取得联系 好的 那谢谢大家 大家晚安 拜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